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家庭条件还算不错 当初我公公还是个穷小子 婆婆嫁过来之后 食指不沾阳春水 一辈子没做过家务 自从我跟王淼结婚了 做饭就成了我的事 刚抢到车票 我心情好得不习惯 哼着歌就去穿围裙做饭 婆婆和王淼在客厅嘀嘀咕咕 我时不时听到王淼小声的抱怨 妈 你干嘛呀 我也懒得管 假装没听见 婆婆为王淼和我今年要回我家过年的事闹了好一阵子了 几次话里话外都半劝半责怪 不过当初结婚前说好的事情 王淼不好意思反悔 我也装作不懂陈玉兰的意思 还是坚持要回家过年 饭好了 正好爸也回来了 快洗手吃饭吧 我把饭菜端出来 王淼见了要上来帮我 被陈玉兰一把拉住 母子俩又在那拉扯半天 王淼皱着眉头有点尴尬 又不敢不听话 这种戏码我看了两年 早就烦了 自己麻利地把饭菜摆好 给全家人盛了饭 正好 我赶紧给我爸妈说一声 我爸说来高铁站接我们 我一边吃饭 一边跟爸妈说了抢到票的事情 爸爸问什么时候道 好来接我们 我打开购票软件 想截个图 却发现两条退票成功的提示 怎么退票了 怎么回事啊 王淼 我好不容易抢到的 我气得直接把手机摔在餐桌上 气得手都在微微发抖 后补到票本来就不容易 我跟王淼的座位都是分开的 这下退了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补到 退了就退了吧 我看在家里过年就挺好 是啊 晚白 天那么冷 我看了好几起高铁被困在路上的新闻了 要不在家过吧 初三我再陪你回家看看 王淼和公公都在一旁打圆场 在家 在什么家 我要回的就是我家 王淼 咱们结婚前说好的 第一年在你家 第二年在我家 现在你把我票退了算怎么回事 王淼一直很听陈玉兰的话 陈玉兰和我有什么矛盾 他也多半跟我说让着点陈玉兰 可从来也不敢让我受什么大委屈 这次居然敢退我的票 我气不打一处来 呼吸都有些乱了 行了 陈玉兰把饭碗重重地砸到餐桌上 车票是我退的 你凭什么退我的票 陈玉兰没想到这次我这么坚决 居然敢对着他大吼 他愣了两秒 怒意一下涌上了脸 你吼什么吼 没规矩 这家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五喝六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还动不动回家 像什么话 更何况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过年必须陪我 回什么娘家 你个赔钱货 陈玉兰颧骨高高怂起 脸颊微红 指着我就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什么叫赔钱货你再说一遍 你儿子跟我结婚前说好的 一年去一家 什么叫嫁出去而女儿泼出去的水 我们家不泼水 我永远是我爸妈的女儿 王可将来结婚了你 也不让她回家了 我是跟王淼结婚了 又不是千万生气了 凭什么不能回家 我也一拍桌子站起来 跟陈玉兰争辩 王淼见状赶紧过来拉我 被我一把甩开 王淼 你哑巴了 你不会讲话了 你妈把我的票退了 你说怎么办 你怎么说话呢 姜婉白 王淼是你老公 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我告诉你王淼 今年这个家 我是非回不可 开车走高速我也要回去 被封在高速上洞七天 我也要回去 你自己看着办 我把凳子踢开 冲进卧室摔上门 外面陈玉兰还在不停地叫骂 一会儿冲着我 一会儿又冲着王淼 说她娶了个冤家 专门进门来气她的 回到卧室 我先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不停播放着 一些过年的喜庆歌曲 丫头 怎么了 我跟你爸在超市呢 买你爱吃的 还有王淼爱吃的 等你们回来了 给你们做 我听到妈妈的声音 心里的委屈直往上涌 眼眶一热就哭了出来 怎么了 这是 哭什么呀 你婆婆又给你委屈瘦了 听我把事情说了一遍 妈妈在那头也生气 这个王淼 这次是不像话了 别着急闺女 我跟你爸这就都给你抢票 人多机会就大 实在抢不到 那就叫你爸开车去接你 反正也没多远 嗯 我吸了吸鼻子 挂了电话 也有点后悔 给妈妈打这通电话 让爸妈知道我大过年 还受了这种委屈 估计他们自己也过不好这个年 哟 他二伯来了 快进来 进来坐 我听到外面 陈玉兰奉承的声音 有听见他叫二伯 就知道 肯定是王淼 那个远房的唐伯来了 这位唐伯 跟本家的关系 其实很远 沾得亲 都不知道数到哪辈子去了 不过他岳父正好是 王淼上级公司的领导 所以陈玉兰 一直一口一个他二伯的叫 这不是小竹要高考了 听说王淼他爱人 连博士都考上了 特地带他 来跟小江学习学习 小江也给他讲讲学习方法 万白在的 快坐 我这就给你们叫去 陈玉兰一边招呼他们坐 一边叫着我的名字 朝卧室来 我赶紧把被子拉上来盖着 他二伯来了 说让你指导指导 他闺女学习 我不舒服 起不来 我们在被子里 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陈玉兰走到床边坐着 压低了声音 赶紧起来 他二伯的岳父 可是王淼的领导 要是招呼不好 影响了王淼的工作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转念一想 好啊 既然陈玉兰爱奉承二伯 我就狠狠吓一下陈玉兰的面子 想定了主意 我掀开被子下床 就往客厅走去 小竹这次模拟考多少分呢 我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刻瓜子 丝毫没有平常端床有礼的样子 二伯脸色微微有点沉下去 陈玉兰一个劲给我使眼色 我都装作没看到 考了四百多分 又我故意提高音量 脸上很惊讶的样子 四百多分怎么考大学呀 小竹 我记得你中考的时候 可是年级前几名啊 这怎么上了高中 下滑这么多呀 二伯和小竹的脸上 瞬间都有些尴尬和不悦 小竹上了高中 跟学校里成绩差得小混混早恋 成绩从年级前列一路下滑 二伯每次说起这件事 脸上都挂不住 是啊 所以才带来找你 你教教他学习的方法 怎么着也要考个大学吧 不管怎么样 他们有求于我 再怎么不高兴 还是得笑着脸皮跟我说话 陈玉兰递上两杯茶 轻易地拉住我的手 交给婉白 你们就放心吧 我们家婉白可是考上了博士 这年后就要去读了 他指导小竹 小竹的学习肯定没问题 我心里冷笑 当初考博士的时候 陈玉兰可以一千个不高兴 嫌我不管家里 要抛下工作家庭去读博士 还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是浪费时间 都嫁人了就应该安安心心 在家照顾老公个公婆 时间长了 王淼也从一开始坚定地支持我 开始旁敲侧击地探我的口风 想劝我放弃读博士这个打算 我看不惯王淼那副唯唯诺诺 欲言又止的样子 开门见山地把他还没说的话堵回去 王淼 你知道这个博士学位对我的工作 帮助会有多大 我跟你结婚放弃的东西 已经够多了 你自己想想 你应不应该开这个口 我为了跟王淼结婚 放弃家乡海市稳定的高薪工作 离开了爸妈 跟着她来了茂事 虽然两地距离不远 可工作忙起来 我还是不能常常去看望爸妈 此话一出 王淼也无话可说 又不敢直接反对陈玉兰 只能夹在我和陈玉兰中间 任我们搓圆柔扁 二伯端起茶杯看了我一眼 似是不瞒我 今天没有像往常一样热情招待 我也没盼着小竹能读什么博士 女孩子家家的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能上个大学 将来找个家庭好的嫁了就行了 那还找我问什么 我把手里的瓜子扔回坚果盘里 拍了拍手上的灰 小竹 你爸都说了读书没用 你还那么辛苦上学干什么 高考随便考 高中毕业了 直接跟你男朋友结婚了你爸更安心 二伯的和小竹的脸上瞬间涨得通红 又羞又怒 小竹狠狠瞪了我一眼 王淼赶紧拉住我的袖子 示意我别再乱说话 陈玉兰的脸色刷一下 就变得苍白 指着我舅妈 你这说什么话呢 没规矩的东西 你该跟二伯这么说话吗 家里人也不知道怎么教的 赶紧带小竹去书房 好好给他指导指导 我冷笑一声 直接起身进了卧室 没管客厅坐着的一群人 有多尴尬 陈玉兰 既然你不让我回家 我只好把你家搅个天翻地覆了 他三姑来了 快进来 四叔来了 快来坐 王淼 你小姨来了 除夕这天 陈玉兰邀请了一众亲戚 王淼和公共提议 去外面订一桌 陈玉兰说什么不干 坚持在家吃有人情味 反正她又不用做饭 全靠我和公共操劳 不过这样正中我意 在饭店吃 要是吵起架来场面激烈了 多不好看 三姑 四叔 小姨 你们大家都做 马上就吃饭了 我从厨房伸了个脑袋 出来打招呼 打定主意不回家过年后 我就跟往常一样 整整一个星期 陈玉兰说什么 我听什么 起初因为我气走了二伯一家 陈玉兰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王淼跟我说话 语气里也带着责怪 我对王淼 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 没骨头的妈宝男 看他一脸窝囊样我就来气 不过为了能留下来 在年夜饭上收拾这一家 我对陈玉兰恭恭敬敬 赔了几天笑脸 说我年轻不懂事 那天是气昏头了 还答应初一跟王淼 去给二伯家拜年赔礼 王淼和公公都劝陈玉兰 年关下别在家里闹矛盾 加上我天天出去买年货 准备年夜饭 陈玉兰能挑刺的地方也少 到了今天除夕 她才算真正有了点好脸色 小迪来了 快进来 又长高了吧这孩子 陈玉兰拉住门外刚到的小男孩 往客厅里带 我转头看了一眼 是王淼的大姨两口子和他们的孙子 王淼的表哥夫妇都在国外 孩子跟在爷爷奶奶身边 老年人不懂什么教育方法 又是亲孙子 当然是千宠万宠 这个小孩从小就是个坏种 在学校欺负同学 偷同学的东西 有经常掀女孩子的衣服裙子 大姨两口子经常被老师请到学校 在学习保证的天好地好 回家一样接着灌孩子 我和王淼结婚后半年 我就怀孕了 第一次怀孕 我千小心万小心 妈妈一有空就从海市跑过来看我 陈玉兰一向冷冷淡淡的 那段时间对我的态度也亲热得多 那次大姨带着刘迪来串门 我跟王淼都在上班 刘迪跑到我们的房间 把我的化妆品护肤品全给抠出来 弄得一团乱 几件贵重的衣服也沾上了化妆品 还把我结婚前妈妈给我的一堆浴灼摔碎了 等我回到家 大姨正带着刘迪洗手 嘴上坐着样子骂她 陈玉兰还在旁边唱着白脸劝 哎呀 有什么呀 不就是一点擦脸的东西吗 反正她现在有了 也不怎么化妆 我早就觉得都结婚了打扮得那么漂亮干什么 出去招惹谁呀 等她回来 我跟她说 我看她也不敢怎么样 我听到话里话外都在说我 赶紧打开卧室门进去 房间被弄得乌烟瘴气 地上桌子上 甚至墙上都被刘迪用化妆品涂的乱七八糟 玉镯子碎成好几段 被她插在面霜瓶子里 万白 小迪在你们房间晚 不小心打碎了点你的东西 她还是小孩子 你收拾一下吧 陈玉镰看我进了卧室 也紧跟着过来 站在门口轻飘飘说了两句 要怎么不小心才会弄成这样 这是我妈给我的镯子 不就是个镯子吗 能值几个钱 再说了 你老收着也不带 坏了就坏了呗 你就当还收着不就行了 就是 小江 你看小迪她也不是故意的 要不我教训她一顿 大姨拉着刘迪从洗手间出来 装模作样 就要打孩子 陈玉镰见了 赶紧上去拦着 大姨把刘迪扯过去 打了几下屁股 非得教训她不可 不然小江怎么出这口气 叫你捣乱 叫你捣乱 这是把责任都引到我头上了 他们在一边拉扯 刘迪被揍了几下 咧着嘴大哭 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就冲过来 用头狠狠顶了一下我的肚子 后来孩子没留住 陈玉镰骂我自己 没本事留住孩子 大姨说是来道歉 可没来医院看我 竟直去了家里 把我妈送来的燕窝 全打包带走 我每次提起这件事 陈玉镰都一脸不耐烦地训我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还提 小迪还是个孩子 又不是故意的 你还想把她吃了 你们年纪轻轻的 再怀一个不就得了 再说了 你大姨不都上门来给你道歉了 长辈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热情地端上去两盘水果 用牙签插了一块最甜的香瓜 递给刘迪 既然你们一头扎进来 就别怪我不留口德 王淼 你跟小江结婚快两年了 也没说要个孩子 这叫外人看着像什么话 你要是有什么病 也早点去瞧瞧 这不生孩子算怎么回事 大家刚落座 三姑就开口 我跟王淼结婚两年 她催生孩子就催了两年 每回一起吃饭都要提 大姨脸上有些不自然 一个劲给刘迪夹菜 我们这辈人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那孩子都满地跑了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只考虑自己 追求什么自由 也该考虑考虑老人的想法 是啊 你看我们家王斌 今年都要生二胎了 现在年轻人啊 都不想生孩子 要我看就是自私 四叔也加入进来 跟三姑一唱一和 哟哟哟 您这么大方 就麻烦您把我那份生了哈 就是不知道您这把年纪了 还生得出来吗 我面路嘲讽地看着这桌奇葩 你 你怎么说话的 我们这边不也是为你们好吗 我们不着急 我妈说了 我们年纪轻轻 留了一个再怀一个就得了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 陈玉兰脸上有些挂不住 大过年的 又提这个干什么 是啊 三姑 四叔 我妈问你们呢 大过年的 又提这个干什么 你们都知道我流产了 还专往我心窝里戳 我是小辈 你们不把我放眼里 那你们也不顾我公公婆婆的面子 年夜饭也让他们难堪 我们哪是那个意思 三姑和四叔着急了 把筷子一放 急忙为自己辩解 小枫 你看 你爷爷说了 你爸妈要给你生弟弟妹妹了 你爸妈肯定是不喜欢你 不要你了 才给你生弟弟妹妹 四叔的小孙子 一听我这么说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大人们怎么劝也劝不住 刘迪在旁边 也把筷子丢到餐桌上 我爸妈也要生小弟弟了 他们是不是也不喜欢我了 是啊 他们在国外生了小弟弟 一家三口过日子 就不记得你这个孩子了 我喝了口饮料 笑咪咪地对刘迪说 刘迪哭起来 直接在地上打滚 大姨两口子 平常跟喂猪似的喂他 长得肥头大耳 几个大人也拉不住 不过没关系 小迪不喜欢弟弟妹妹 找爸爸妈妈使劲闹就行了 反正你是小孩子 没人会怪你的 王淼在一边 赶紧拉了拉我的袖子 示意我别再说话 小姑子王壳 指着我的鼻子就骂 姜满白你说什么呢 大过年的好好一顿饭 让你给搅了 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怎么给人家当儿媳妇的 嫁进我们家了 还作威作福 我哥就是没好好收拾你 王可从来不叫我嫂子 一开始我也尝试 好好跟这个小姑子 处好关系 后来发现 她跟陈玉兰一个德性 张口闭口就是嫁娶 孝顺 你嘴上沾份了王可 我再不会当儿媳妇 也是光明正大 你到时想给人当儿媳妇 你那个老男朋友 愿意跟他老婆离婚吗 你有当儿媳妇的资格吗 家里有你这么个人 我都嫌丢脸 我拍了拍自己的脸 王可被我说得脸煞白 她当小三是全家人都知道的事 我跟王淼当然是不赞成 陈玉兰不仅不当个丑事 还天天催她 赶紧让她男朋友和老婆离婚 王可冲上来就要打我 被我一把推开 四叔和三姑也在旁边出言责怪 这大过节的 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你爸妈怎么教你做人的 眼里还有没有长辈 这要是我女儿 我早就两巴掌打过去了 今天我们就替你婆婆教训教训你 三姑说这就撸起袖子 像是要来打我 我朝她摆摆手 行了三姑 你女儿是不是你女儿 你不知道吗 姑父在外面生了小的 抱回来给你养 你屁都不敢放一个 跑到这儿来扬威作福的 有本事你回去跟姑父闹啊 你乱说什么 你这个小贱货 陈玉兰 你是死人啊 你们家什么时候 轮到儿媳妇说话了 三姑性格软弱 家境也不好 嫁给姑父之后 打骂不还口 姑父在外面 不知道玩了多少女人 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给女儿上户口 硬是抱回家来给三姑养 公公心疼这个妹妹 任她回家来 怎么闹事都能容忍 所以三姑在家里受气 就跑到娘家来耀武扬威 谁家的事 她都要掺和几句 唯恐谁家日子比她好过 四叔一拍桌子 站起来指着我 你这什么家教 跟长辈这么说话 王淼 你那找的老婆 要是我非打死她不可 四叔你也别生气 什么长不长辈的 我确实不懂 对长辈我确实 没您恭敬 我问问大伯就知道了 刚才你跟三姑 这一唱一贺的 人家都是复唱复随 你们姐弟俩算怎么回事 不知道的 以为你老毛病又犯了呢 文言 四叔的脸上 浮现了一丝尴尬 又因为丑事 被我戳穿恼羞成怒 整个脸红得发紫 指着我的手 都在不停地颤抖 你 你别着急呀 四叔 有话慢慢说 你这都黄土埋半截了 要是气出个好歹 大过年的 谁来管你 他当初年轻的时候 趁王淼的大伯下地干活 在王淼的爷爷家 对大伯母动手动脚 大伯母转头告诉了大伯 大伯差点打断他的腿 四神也因为这个跟他离婚 孩子都没要直接搬走 当时闹得很大 出了这样的丑事 王家在村子里 被人指指点点几十年 我第一次跟王淼回老家 就有好事地 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我连猪泡一样 骂了他们几个 陈玉兰和王伟国的脸上 一阵青一阵红 恨不得上来吃了我 家里乱做了一团 吵得吵闹的闹 一顿年夜饭 还没动两筷子 大家个个都面红耳赤 就这种媳妇 你们家还容得下他 大姨 你也别着急呀 没骂到你你心里痒痒了 我淡然地坐回椅子上 你倒是容得下你媳妇 把你儿子带到国外去 吃没得吃喝没得喝 连我妈买给我的燕窝都要偷 那是燕子的口水呀 你们家穷成这样了 口水都要偷 大姨的儿子被媳妇 窜夺着去国外旅游 护照过期 直接黑在那里 过得连流浪汗都不如 她跟大姨父的工资 每个月要接济儿子 劳两口过得紧巴巴 去谁家都要搜刮点东西走 我这一席话 无疑是戳到了她的痛处 她也没了平常装模作样的做派 跟个泼妇似的药铺过来打我 陈玉兰没见过我这种样子 这两年我不爱跟她计较 想着她是长辈 处处忍让 她就以为我好拿捏 今天第一次见我这样撒泼 现在才反应过来 姜婉白 你个没教养没规矩的小东西 我今天就要替你妈教教你 闹成这样了 饭也没法吃了 我直接把桌上的碗碟 都扫到了地上 饭菜砸了一地 大家都被这阵仗吓得愣住 你们一个个做的那些烂屋事情 我平常不说是不想掺和 现在你们不要脸皮 就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 我们家家教只教我尊重 值得尊重的人 像你们这种一家 从古墓里爬出来似的 我不懂什么叫尊重 姜婉白 王淼在一边终于忍不住 他知道家里长辈个个都无德 又不敢反抗 刚刚听了半天 也只是悄悄示意我别说了 现在看到成这样 他再不制止我 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了 王淼 你少跟我装枪做事的 你就敢对着我吼 你妈 你们家这些烂亲戚 做了什么 你心里没数 书你也读 新闻你也看 你才是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看你平时那个窝囊样子 你不敢说 我替你说出来了 怎么 你还要收拾我 我看着王淼窝窝囊囊的样子 实在把当时谈恋爱的心动和喜欢 都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只想赶紧逃离这个烂泥一样的家 王淼并不是为了家里的长辈生气 我知道他是气他自己 抛弃做男人的尊严 在家里唯唯诺诺 就是不敢跟陈玉兰吵一句 忍了家里这些长辈这么久的气 被我这么一闹才知道 原来受气了不用忍 原来心里健康的人被欺负了 可以直接反抗 他是气我 打破了他这么多年虚伪的自我安慰 你这个忤逆犯上的小贱人 你 陈玉兰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可坐在沙发上直哭 三姑本来就是个直老虎 不然也不会被老公欺负这么多年 现在被吓得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四叔捂着胸口 半天喘不上气来 刘迪和小枫还在不停哭闹 大姨哄了半天没哄住 直接一巴掌打在刘迪脸上 这下刘迪像风牛一样冲过去 把大姨撞到在地上 我瞟了一眼小姨 她嫁了个有钱人 平常眼高于鼎 不过都是对着陈玉兰和王伟国炫耀 看我在家里撒泼的样子 尴尬地笑笑 拉着小姨夫就匆匆告辞 王淼 跟他离婚 这种小贱人 谁让你往家里领了 你要他 还是要这个家 陈玉兰拉着王淼 要他跟我离婚 我心里冷笑 还就怕他不说这句话 如果我提离婚 王淼肯定会纠缠不放 因为我受的委屈 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 结婚两年多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不至于 现在陈玉兰要他跟我离婚 他那个窝囊性格 肯定不敢忤逆陈玉兰 更何况我今天闹这一场 不跟我离婚 他们家也别想继续跟亲戚来往了 我进屋 把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拖出来 要离婚趁早 我等着看 你们家下一个儿媳妇 怎么被亲戚害流产呢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刚到楼下 就看见爸妈拎着大包小包 朝单元门离走 爸妈看见我赶紧迎上来 又看我拉着行李箱 有些疑惑 我跟你爸一打算 不如过来看你们得了 这不开着车就来了 你拉着行李箱 要去哪儿啊 跟小王吵架了 妈 我卸下刚刚大杀四方的怒气 扑到妈妈怀里 委屈一股一股往上涌 爸爸放下东西就要上楼 去跟他们家理论 被我和妈妈拦住 上了车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 气得爸妈大骂王淼和他们一家 我就说 那个王淼看上去 也不是什么干大事的人 原本看他性格好 不会欺负你 谁知道是个软蛋 连他妈都拿不住 不怕 离婚就离婚 其实应该是咱们提离婚 这种人家 谁去谁吃苦 晚上又降了温 高速全封了路 我跟爸妈只好到酒店开了个套房 把爸妈带来的一些现成菜 隔着热水热了热 一家三口吃着半热不良的饭菜 过了个除夕 可我觉得 这比刚刚那顿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好吃千万倍 我们一直在酒店里等到初三 高速才全部解封 我跟爸妈开车回了海市 王淼一直没有联系我 直到正月初时我才接到他的电话 我才得知我走的这几天 王伟国出去跟朋友钓鱼 摔了一跤 老年人骨质疏松 直接把盆骨摔骨折了 他一直忙着在医院照顾王伟国 王伟国住院 我也不在 陈玉兰不会做饭 只能由王淼每天按时给他点外卖 刚过了年 开张的店铺本来就不多 每天就那几样 陈玉兰没吃几顿就腻了 又把火撒到王伟国身上 王淼给陈玉兰换了一家外卖 可那个店家是专门租了个小屋子 做外卖生意 厨房里脏得要死 用的材料也不知道放了多久 陈玉兰吃了一顿 就食物中毒上土下线 拉肚子拉得脱了水 也进了医院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 跟他去民政局提交了离婚申请 按照法律得再等一个月 我拎着包头 也不回地出了民政局 姜婉白 我停下来看了他一眼 这才一个星期 他就跟老了三四岁似的 年纪轻轻 两只眼睛就没了光 死气沉沉的 跟王伟国一个样子 你以后性格也别太强硬了 不然 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 我文言直接笑出了声 王淼 咱们俩的日子过到这种地步 到底是我的性格问题 还是你们家的问题 你自己心里都清楚 别跟我逞这个口舌之快了 拿你这点胆子去对付你妈 说不定你以后的日子还好过点 说完我转身就走 没再给说话的机会 这么多菜了 够吃了 哎呀妈 你先出去吧 给你和爸做饭 我高兴 元宵节这天 我们一家三口起了个早 一起包了好几种馅的汤圆 我自己下厨房做了一桌菜 好好想想 这两年我在王淼家做了那么多饭 却没给爸妈好好做一顿 这菜吃得完吗 吃不完 明天接着吃呗 反正我也回来了 哪年过年 不得吃点剩菜 咱们仨一起吃 我本来就要脱产去读博士 跟王淼申请了离婚后 我直接提交了再离职申请 领导看我态度坚决 只能批准 吃完晚饭 我接到了好朋友珍珍的电话 他老公和王淼是好哥们 以前我们两家经常一起出去玩 一来二去 我也跟他成了朋友 几番问候之后 他才八卦地对我说起了王淼家的现状 我觉得你早点离婚这是做得对 别看我老公跟王淼是发小 我老公每次说起 他们家都一百个瞧不起 他那个妈叫什么妈呀 我跟你说 陈玉兰在医院住了几天 好转之后出了院 刚到家门口 就发现门口被泼了一地油漆 到处都用红色的颜料写着 王可不要脸勾引我老公 王可当小三之类的话 还贴上了王可的照片 显然是郑主找上门来了 王可几天不着家 那天刚进小区 就被一群人冲上来打了一顿 直接打得流了铲 还扒了他的衣服 王淼在医院照顾王伟国 家里就陈玉兰和王可两个人 母女俩被吓得胆都破了 那群人打了王可扬长而去 看热闹的人还围着指指点点 王可闹着自杀 被陈玉兰死死抱住 好说歹说才劝了回来 王淼和陈玉兰把她送去了医院心理科住院 陈玉兰每天在小区里都被人指指点点 有次一个老太太说话大声了点 被她听见 她上去就跟人家骂起来 那个老太太直接招呼着周围的人都来看 来来来 大家都来看看 这家人养了个好女儿 给人家当小三 被脱光了衣服在小区门口打 野种都打流产了 还有脸在我们面前耍横 陈玉兰哪里听过这么难听的话 直接跟那个老太太撕打起来 那个老太太有高血压 直接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老太太的子女直接报了警 说什么不和解 陈玉兰被拘留了几天 出来就接到了法院的船票 要她赔偿老太太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 这下家里就王淼一人 要忙三个人的事 每天焦头烂额 回家也没顿热饭吃 还没出正月 家家户户都还喜气洋洋的 他们家就接连出了这几档事 哀声叹气都来不及 我跟珍珍打完电话 恨不得跑市中心去大校半小时 现在我倒要谢谢陈玉兰 把我的车票退了 不然我现在还得跟王淼一起忙活这摊子烂事 一个月转眼就过 我拿着文件来到民政局 跟王淼办理正式离婚 结婚证被民政局收了回去 离婚证敲了钢印 交到我们俩手上 我像是得了赦免 一句话也没多说就跑了 珍珍时常跟我通电话 虽然我跟王淼离了婚 搬回海市 但有空我们俩海市会见上一面吃个饭 我也从他那儿得知了不少王家的事 我当初那一闹 所有亲戚都不怎么跟王家来往了 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害羞 王淼的二伯回去之后 告诉了岳父在我这儿受气的是 亲外孙女小竹被我这么嘲讽 二伯的岳父当然不高兴 王淼的事业一落千丈 成了公司里的透明人 拿着死工资 没前途 没未来 现在整个人死气沉沉 再也没什么憧憬了 大姨的儿子媳妇 在国外偷东西被抓 直接遣返回国 刘迪看到妈妈大着肚子 直接一头撞了上去 把他妈也给撞留了铲 王淼的爷爷过世 葬礼上不知道 怎么又翻起以前的旧账 他大伯又把四叔打了一顿 闹到四叔的单位 这下四叔算是没了脸 走到那儿都搭了个脑袋 三姑女儿的亲妈找上门 没闹两场 三姑父就坚决要跟三姑离婚 三姑从小养到大的女儿 也认了亲妈 一家三口团圆去了 陈玉兰的官司输了 被判赔了几十万 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也还补不上 小姨怕陈玉兰给他借钱 慢慢也都不来往了 王伟国摔了那一跤 虽然做了手术出院了 但老年人最怕摔倒 慢慢的也不能走路了 现在靠着轮椅过活 在家大小便 都要王淼打理 王可没了孩子 男朋友看他没用 跟他分了手 没了男朋友 供他锦衣玉食 家里的钱也都拿出去赔偿 他一时不习惯低消费的生活 跑去干起了违法直播 专门在网上靠擦边直播 骗那些好色的男人 最后也因为射黄和诈骗 被警方抓获 陈玉兰哭着喊着 让王淼再找个老婆 来伺候这一家子 可相亲的姑娘 一听这条件 恨不得坐火箭逃跑 家里冷锅冷灶 没人打扫 王淼连朋友 也不好意思请回家 一家人在小区里 可算是出了名 走到哪儿 都有人在背后议论 有了之前的事 陈玉兰也不敢再去 跟人家理论 每次听到这些 只能灰溜溜地快步走开 还有很多很多 珍珍每次打电话来 都说个不停 我从一开始的畅快和得意 到后来一笑了之 就好像再说一家 我不认识的人 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想 我是真的放下了 海事大学 我抬头看见 学校大门口的几个大字 拉着行李箱 有一次走进了这个校园 我本科硕士 都是在海事大学上的 你是新入学的学姐吧 一个人拎得动吗 这么多行李 我来帮你 几个本科的学弟学妹 被安排来门口 接新入学的博士生 看着他们热情青春的脸庞 我也被感染 是啊 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的新生也才刚刚开始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我安排来吧 那么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